原标题 面对纳粹枪口毫不退让的德国妇女 用对婚姻的执着救出数千犹太人 随着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 德国开始采取措施 提出了解决犹太人的所谓最终解决方案 对犹太人彻底的种族灭绝 但纳粹在这过程中 必须面对着另外一个问题 在此之前有许多德国人与犹太人结婚 他们对纳粹的种族灭绝并不赞同 在德国到1939年的时候 大约有三万个这样的犹太混合家庭 尽管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政府 对这样的家庭进行了公开的攻击和侮辱 但这些德国人依然忠诚于他们的婚姻 纳粹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 让这些德国人暂时被迫驱逐出境 落一个眼不见为尽 1943年2月27日 纳粹决定将柏林剩下的犹太人彻底的全部处理 让柏林成为一座完全没有犹太人的城市 在这一天里大约带过了八千名犹太人 他们中大多数是来自混合家庭的成员 在被送往集中营之间 其中一部分被关押在位于卢森斯塔塞街的 前犹太斯善组织大楼内 在这里关押着大约两千名犹太人 大多数是男性 是德国妇女的丈夫 尽管纳粹决定彻底兴除掉帝国首都的犹太人 但就在这一天 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当丈夫被捕后 德国妇女自发的 开始在大楼外聚集 他们向纳粹当局提出释放丈夫的要求 并一直在大楼外抗议 三月一日 尽管盟军对柏林的轰炸特别猛烈 但大楼前聚集的德国妇女更加的多了 党内军指挥官要求对这些德国妇女进行驱散 但根本没有效果 随后纳粹将这座建筑物进行了封锁 并与党内军士兵加强了对这座建筑的看守 带队的指挥官甚至对这些妇女大喊 滚远点否则我们将开枪了 但是这些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的妇女 并没有选择离开 甚至都没有退却 他们就站在大楼外守着自己的丈夫 最终纳粹 政府真的有些害怕了 关于德国妇女不服从纳粹秩序的消息 迅速传遍了整个德国和其他国家 甚至英国的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一事件 纳粹当局最终不得不选择退让 将这些官家者释放 此前那些被设法带到集中营的人也被遣返回来后释放 面对这样的情况 希特勒也不得不做出姿态对这样的处理表示赞赏 虽然这并不是纳粹心甘情愿的做法 但纳粹很清楚 面对这些毫不退让的妇女 她不能做出任何过度的过激行为 否则面临的后果 她根本无法预料 也可能承担不起 战争结束以后 为了纪念柏林的这一拯救活动 还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2003年的时候 根据这一真实事件 还拍摄了一部电影《玫瑰围墙》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